習慣的字幕 大家好 我是解憨哥 教你解憨哥做菜 讓你是不是變的 很簡單 最近啊 已經開始天氣 有時候會變得比較冷 那我們這時候啊 就開始要來做一些 缸缸的東西 我們在家裡煮一頂金針排骨 喔 排骨不僅滋養 那個金針啊 加了啦 非常的清爽開胃 那今天吉安哥也是用最基本的方式 最簡單的東西 來教你如何做出一道 超級好喝 超級美味的 金針排骨 那在這邊開拍之前 請先讓我的Youtube按讚訂閱加分享 高興的開啟小鈴鐺 連書搜尋簡單歌 記得去按讚之中搶先看 IG 加強哥 連書搜尋簡單歌大家庭 還有我們的簡單小家庭 記得去加入 你們每個按讚分享加留言 都是我拍片的動力 來切圖 首先啦 我們先去菜市場挑選一塊好吃的 那這個排骨 這個排骨 你要大了 要先滾一下水 要到我沙一沙 水滾之後 我們的排骨丟下去 3-10分鐘後 讓我騙 過一下他的血水 騙之後 你也是要沖水 然後沖一下 洗一下 這個排骨就沒問題了 那這個金針瓦記得 南北十五行就有賣 然後你要必須回來要先洗一洗 洗一洗之後 我們也必須要泡水把它泡軟 這個金針瓦後面有一個地 記得啊 如果可以的話把它剪掉 剪掉它才不會吃到硬硬的地方 首先啦 我們先把我們的排骨 冷下去 這個蔥仔直接放下去 然後呢 加入我們的薑 米酒 水 全部下了之後呢 我們先開火 直接上鍋蓋 來我們先給它滾一下 來 他現在水滾的狀態啊 我們現在開小火 給它慢慢的推煮 你快看你自己 切個排骨就大小了 如果像這種比較大的 平均如果都是那麼大塊 我們大概要控炒到10-10 所以這個 取決於你切的厚度和大小塊 我們這種大小的話 基本上我們控炒了一個半小時 來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大概滾了一個小時二十分了 你看看 基本上你看豬這樣 就可以 頭過了嗎 非常容易 基本上我們這個就差不多了 那這時候我們開始 來 菇哥 牛仔比較大一點 來我們這個泡青春花的水 先給它下 好不要浪費 我們再讓它滾起來 來我們讓它滾起來 我們把這個蔥仔拿起來 好 比較不要拍 因為它已經沒有利用價值了 它的價值已經在湯裡面 好滾水狀態 我們下我們的金針花 你金針花下了之後要煮多久了 其實話跟你講 這個沒有絕對 要取決於你泡的時間的長短 那等一下我們再教你們看 我們這金針花 滾到開花後 就是可以了 我們把它滾到開花 其實啦 你滾一下你也開花了 一兩分鐘就好啦 好來這時候我們調味 下銀巴 來白胡椒 吃點味道 來我們試一下我們湯的 這個 好鹹鹹 perfect 剛剛好 來 這時候我們關火 我們 簡單又清爽的 金針排骨湯 完成 簡單又的喝湯時間 哇這個金針排骨 吃一條我們的白骨 金針 金針 金針花湯 那就是金針排骨湯 有人啦 都只喝這個湯啦 我不吃那個金針花 金針花超好吃 為什麼不吃 這就是金針花超級刷子 喔 QQQ 我們的湯 就只加了兩樣調味 就是我們的白胡椒 和鹽巴 其他的濃郁的味道 都是靠我們的 排骨去燉出來的 他跟我們金針菇的香味 這個湯是非常的濃郁 我覺得很可以 比較冷的一點 煮一天了 下去吃 一比一中 沒有這個排骨 哇 超嫩的 我跟你講 金針排骨湯 完成 講個笑話好了 好 有一間賣名牌包包的精品店 排隊拍得很長 然後就有一位小姐 走去店門口 就直接對著那個店員說 小姐 我是你們的VIP 我是你們的貴賓 為什麼我要排隊 小姐毫不疑地跟他說 就算你是哈士奇 也是要排隊 掰掰